徐扬终于探索到自己无法突破练习期的原因 时间回到一天之前 灵寒寺当中的一尊金光尼菩萨 突然现身 悬浮在众人面前 随着一块块斑驳的碎片脱落 仅出现了一丝凤凰一脉的真血 然而下方的一行大字 却是让徐扬极度震惊 藏龙九蜜 圣魂疏海 为了能够得知龙藏中的大蜜 徐扬决定启程三仙道州十大学院的圣魂书院 然而灵亲书却说 老祖凭借您的实力直接进入圣魂书院当院长得绰绰有余 咱们干嘛还要这么麻烦 直接打进去不就结了 可徐扬却轻笑摇头道 倘若我真的这么做了 其一不仅仅会暴露我们的目的 其二恐怕会瞬间招来无穷无尽的敌人 即便是我们能打得过 但肯定是打不完的 这个道理你必须要明白 此时的灵亲书文言这才点头表示 还是老祖最棒 如此一来 他们只能先出发圣魂学院获取入学资格 真的想不到 不可一世的徐扬老祖 竟然会有一天甘愿做一名小小弟子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成大师者布局小结 直到两天后 他们来到了三千道州的圣魂书院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怒吼 彻底打断了几人感慨之色 什么人 小小练气修士也敢跑来圣魂书院啥存在感 你是不是不知道马爷王长了几只眼吗 原来所来之人正是几个原鹰巅峰镜的强大舞者 不过徐扬剑子并没有太过于动怒 反而确实恭恭敬敬的说道 我们也知道学院的考试时间已经结束 但学院不是有一则规定吗 只要是能够将钟敲响三声 那么便能够获得入学休息的资格 成为戒毒生 虽然但如此 但以一个小小的练气期 嗯 恕我直言 还是算了吧 然而徐扬确实丝毫不废话 站在原地 朝着相隔数千米之外的距离 一掌轰出 没想到 沉睡了数十年的古中轰然响起 所施展出来的力量 竟能够媲美几位原鹰境界的护卫 此时的一幕 将几个护卫震惊的当场说不出话 两久之后 才有人缓慢地冒出一句 原来圣魂书院每年所接待的新生 修为都即将达到金丹巅峰 而像徐扬这样 练气期就能够敲响古中的 确实寥寥无几 如此一来 几个护卫也不再犹豫 毕竟 圣院也希望能够多得到一些优秀的苗子 而就是徐扬的这波操操作 也让几人顺利地加入了圣魂学院 不得不说 大哥永远是大哥 即便是来到三千道中 也依然能够低调地装逼 那么徐扬究竟能否如愿寻得 九龙秘藏之谜 请关注追加探花 咱们下集接着分享